2024年8月6日在全球股市遭遇黑色星期一后 美国经济的不确定性成为市场焦虑的主要源头 摩根大通交易部门美国市场信息主管安朱泰勒在最新报告中警告投资者 不要轻易尝试抄底 建议投资者考虑采取战术性市场中性或偏向近空投的策略 泰勒指出尽管实际经济形势可能比当前市场表现得要强劲 但与市场惯性对抗并非明智之举 摩根大通首席全球市场策略师Dubrofco Locos Bujas建议 投资者应分散投资增加对公用事业必须消费品 医疗保健电信板块及高股息个股等防御性价值股的配置 同时减少对工业非必须消费品金融板块及无力可图的小盘股的暴露 全球利率形势复杂 日本央行的加息周期与美联储的鸽派立场形成鲜明对比 引发市场对经济衰退的担忧 此外 美国大选的激烈竞争增加了市场的不确定性 尤其是投资者需关注民主党得势的尾部风险 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加剧 也进一步打压了市场的风险偏好 泰勒强调 目前市场已迅速转向增长恐慌或衰退的叙事 建议投资者在季节性疲软时期采取防御立场 同时 他指出 历史数据显示 标普500指数在年内收于10%或以上的年份 平均回撤为11% 尽管如此 未来市场可能出现反弹 尤其是在今年9月末至10月初 展望8月 泰勒表示 市场仍有多个催化剂可能推动股市回升 然而投资者需要保持警惕以战术性方式应对市场波动 利用反弹寻找更好的看跌切入点 摩根大通与客户的对话显示 投资者期望在标普指数达到5200到5250点位时重新买入 总之 摩根大通提醒投资者 当前市场动荡未结束 谨慎对待投资决策 避免盲目抄底 尽管全球经济的不确定性存在 加拿大的经济状况包括就业市场和工资增长 将继续对楼市产生直接影响 摩根大通报告中提到的美国经济软着陆的可能性也适用于加拿大 如果加拿大经济保持稳定增长 可能会支持楼市的健康发展 综合上述分析 加拿大楼市未来可能面临一定的压力 特别是在全球经济不确定性加剧和利率上升的背景下 然而本地经济的稳定性和低利率环境仍有可能支撑房地产市场 投资者应密切关注全球和本地的经济指标 谨慎投资 那么多 这